你好,没来正经,喂,大家好 这部片播出是12月4日,喂,大家好 昨天是中年好声音 有一个挺令人震撼的战果 就是安瓦熙唱《今生今世》 可以刷新,连续两季计算是最高评分,93分 基本上,很多人都不看好他唱《今生今世》 谁知道他可以唱得很好 待会评论,当然,你为什么说我把延明熙倒下来呢 因为今年年初,延明熙就是唱《今生今世》 大家想着,安瓦熙 哪里会唱得好过延明熙呢 谁知道,出来的结果,我觉得是很接近的 所以待会很值得说的 除了中年好声音之外 都会讲一下,原来在大陆那边 升身不息的嘉莲华 第三季就上马了 开始开播,在10月2日播出的了 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歌手 是常著嘉宾 就是这个古剧机 香港很多人都在挑战 为什么你古剧机在Facebook和Instagram 不敢提自己回大陆找人 这个真的挺奇怪的 待会值得和大家讨论的 好,那我们先入正题 在《纯珠》的歌手里面 有很多,大家未必很熟 但是孙蓝啊,韩雄在大陆是一些 大歌声来的 黄以珊 可能大陆出名 我香港未必太出名 但是呢,都是大陆的歌声 古剧机就是香港歌手最过眼的了 跟着呢 台湾歌手偏少的 就知道是黄心凌 比较一个出名的 还有亚可惟而已 就是呢,周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歌手 在大陆来说,是顶级歌手来的 是歌王歌岑 因为呢,他跟李一勤呢 在2020年的时候呢 那个合唱呢 人家叫做神仙合唱 因为周深呢,很多时候 他是男性,但是唱女音的 那些高音高到飞起的 那其实呢,这一个的 嘉莲华呢,我觉得 是十分之吸引的 对我来说,起码我可以看周深 就不是因为古剧机 但事前呢,全民的歌手呢 就说有呢 容祖怡和呢 这个的林益莲 那我相信呢 容祖怡和林益莲呢 应该就会是嘉宾 就是说呢 将来的六播的里面呢 可能有一两集呢 就是有容祖怡和林益莲啦 那Aleen呢 我也是很期待的 因为Aleen唱歌真的好听的嘛 在台湾歌手来说 那张天库呢 这个就写了个名字 但是最后呢 第一集就看不到张天库了 那我不知道什么事啊 那但是什么都好啦 但是你说 哎呀,张天库会不会太黄啊 但是华纳呢 的而且呢 现在就和TVB的关系是不好的 那就是以前三大唱片公司啦 有这个的 华纳啦 环球啦 和Sony 现在环球和Sony呢 基本上和TVB都挺好关系的哈 但是呢 华纳呢就 不肯上TVB拿奖的 这件事哈 会不会其实 有一些问题呢 这个呢 我就不知道啦 但是古巨基都很黄的 告诉你 这个人呢 很多时候的形容他就是说 在大陆里呢 在香港呢 很多时候他的动作呢 和黄人呢 的关系很 很紧密啊 所以呢 他不敢提 那些人就质疑他 喂 你不敢在Facebook 在Instagram出声 说自己赚人仔 就是怕香港黄尸鸟 喂 说真的那句 喂 TVB呢 在两个星期后会播啦 咯 你古巨基 你 你音乐没用的啊 是吧 说会唱上海滩啊 咯 那什么都好啦 那我 古巨基的演出呢 我都会期望的 因为现在知道呢 出了街的了 去唱上海滩 但是啊 古巨基唱上海滩 古巨基玩高音的啊 怎么唱到上海滩那种红壮呢 叶丽怡当时的红壮 就真是威武了四十年啊 你说唱到七成功力 都难的啊 李佳就唱到 古巨基唱上海滩 呃 我有点质疑啊 不过 没听到着啊 但不要紧要啊 没有空听 但不要紧要啊 就是我说了 如果你说古巨基那么黄 都回到大陆 那张天赋又不排除回到去 不过呢 真的 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啊 就是一个 因为声心不息的里面呢 香港的年轻歌手暂时就 没见 名字的啊 呃 知道有个叫做 陈楚新 应该是大陆的年轻歌手 那这些汪骚龙呢 我估计都是 都是现在大陆的歌手啦 就是说香港和台湾一些 年轻的歌手呢 比较偏少啊 这方面 就不会说好像 第一季那样 哇 你见到声心不息见到 言明熙那样 爆出来的啊 真彼得啊 所以呢 这个我希望呢 呃 大陆那方面呢 湖南卫视呢 希望引入一些香港年轻歌手啊 那我期待着的 那另外呢 讲亚洲超声团 讲几句啦 呃 其实呢 亚洲超声团呢 我也发觉一些东西的 就是说呢 呃 有呢 四个人呢 他是会呢 有两次演出机会的 在香港版来说 呃 陈正峰就上一期 已经 去唱两次歌啦 就是一次就 整个群组去唱 另一次就自己solo啦 那有个呢 呃 不男不女的 叫爱合的 男仔呢 就他呢 又是有 两次的机会 就是有群体唱啊 跟着有个 单独solo的跳舞啊 哈 有个叫做呢 舒浩的 和奥利是同一组 他两个呢 都会有机会呢 单独唱啊 就是说有两次演出机会 那就是说呢 很明显看到亚洲超声团呢 特别捧的呢 四个人 有三个是中国大陆的 一个是陈正峰 那这个要特别留意啦 那有另外一个日本选手呢 在香港版是没有播 但是他有两次演出机会 一次呢 就跟他的partner一起去演出 演出完之后呢 他是有一个单丁表演的机会 但是香港呢 就只是放在youtube的精华片段 就上不了翡翠台的哈 另外有一位呢 那如果是另外啦 除了刚才说的那四个人 有两次演出机会呢 solo演出 那表演了一次的呢 就是李拳哲和赵天逸哈 所以这两个呢 相信都是一个比较会捧的人 那还有一个呢 叫做呢 孙宇浩 孙宇浩呢 这个呢 就是香港版没有播的 但是solo one man band 都唱了整首歌的 那不知道啊 会不会在大陆那边 会捧呢 这个呢 我不知道啊 但是这个阶段 在香港呢 就没有播出他的表演啊 那所以呢 我就 就算是精华片段呢 就看了几个镜头 见Ring教他唱歌 那样 跳舞那类东西 那怎么也好啊 这个呢 周星星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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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最后我想讲呢 这个的 呃 这个中年好声音啊 因为中年好声音呢 我觉得呢 今次呢 是很好听的 今次来说 九个演出单位里面呢 通常合唱那些呢 就普普通通的 那呢 其实就 最后呢 合唱里面呢 比较高分一点的人呢 就是梁浩然啊 加这个的 喜欢你啊 先看清楚 還有一個黃建文 黃建文在ViuTV出過《全民造星》的 其實他們兩個男人唱《喜歡你》 都得到86分很難得 特別是值得提的 因為得到高分 接著最後一回合 三個都很厲害 我覺得譚智輝唱《心愛著你》 拿到87分 要提一提 劉威王的觀看數 最近幾次都比較偏低的 但《我的故事》 他是說他自己 很深情地表白 他好像陳百強那樣 可能給別人很多謠傳 謠言言語攻擊 令到他很不開心 唱《我的故事》的時候 他又有些感通 唱到一些感情 是得到89分 說真的一句 在《中年好星》兩季裏面 得到89分都是很難得的 當然拿到九字頭的 就得到芝菊兒和吳達強 你得到89分 其實已經是頂盡高分 誰知道天外有天 有阿阿熙的《今生今世》 93分 但我覺得這次 真的我覺得這個節目 挺可觀的 因為這麼多人得高分 至少有譚智輝 劉威王 還有古卓民 古卓民唱《探望的緣分》 拿87分也是頂盡高分的 他不再玩妖野 玩一種 是直接坦誠去唱 《探望的緣分》 他投入那個感情 但他不是自己的感情世界裡 混不著女兒 我相信 顧卓民不是那種 但他投入那個世界裡 都是好聽的 所以今晚 我覺得昨晚 《中年好星音》是很精彩的 但如果你說回阿阿熙的頂盡高分 我是 結束了節目 幾次 我覺得真的 我不懂得形容 我想看看 未來的日子裡 應該有些歌唱老師 會評安阿熙唱得怎樣好聽 但你聽阿閻明熙 你覺得 總之就是擾良三日 很好聽 然後有一種純真 很舒服 然後很多技術 扭音那些我不懂得說 但安阿熙 你又是一句這樣說 你不看鏡頭 只聽他唱 《今生今世》 是很舒服 很好聽的 我會感覺 和閻明熙 我覺得是叮噹碼頭 但原本是對他沒有期望的 但原本是對他沒有期望的 閻明熙唱得這麼好 喂 大佬 閻明熙今生今世 拿了幾百萬的視頻 大家真的在今年年頭 連原作者許願都激讚 但現在安阿熙唱了出來 評判激讚之餘 我覺得和閻明熙是同級的 我又不會說安阿熙比閻明熙厲害 因為自己 畫面上安阿熙一定是輸的 那也是 但是如果不看畫面 只聽聲音的質素 我覺得兩個真的叮噹碼頭 我的感應是這樣 說到這裏